第二部分呢就是来讲一讲 这个也是非常可信的 这个消息来源吧 首先是哪呢 是美国的 因为美国总是全世界最早可以开放这个4S店 可以开放接受这个订单的嘛 那这是一个内部订单系统的这么一个截图的一些东西 所以看上去挺厉害的 当然这些信息来源啊 都是来自这个JL Wrangular Forms 一会放个链接 这个是一个新起来的一个论坛 专门讲这个木马人JL的 就是最新款 这个挺多信息的 也更新的挺多的 所以没事 大家可以来看看 这里大家他已经整理过了 这里 那咱们还是直接看看截图吧 这个然后再回到那也可以 那这么一个美国订单的截图 大家可以看到吉普啊 木马人啊 或者是四门的 Unlimited 他这里可以定了 所以这些一些 从截图上看呢 还是挺可信的 一把款两门啊 选什么级别啊 选什么配置颜色 这里面都是像真事一样 所以呢 唐大叔看到这个 也觉得如果真是做假的 这个也太厉害了 不然的话 就可信程度也非常高 但如果真的是按这里面的话 那非常有魄力的一步了 这里面蛮厉害的 看完这呢 回到这吧 因为那个大家也不是很熟悉 我们就从这过一过 挺有意思的 那首先咱们该看一下啊 这个最主要的一些 很核心的变化 和一些很牛叉的东西 有哪些 首先呢 从级别上面的话 不讲特别版的话 就运动版沙哈拉 还有卢比肯或者罗宾汉 这个第一条 他说两门的 这个沙哈拉没有了 其实这个 怎么说呢 沙哈拉四门买的是比较多的 但可能他说两门没有了 第二呢 刚刚说过了 就是两升的 Turbo的这么一个汽油引擎 那就可以选了这些 第二 他甚至说三 三升的这个V6 Eco Diesel这个 或者Turbo Diesel 这个柴油引擎 竟然也有 但是不是Eco Diesel 同一款呢 但是不管怎么样 他好像可以选了 这个就比较厉害了 那直接给你两个引擎选项 这是一个挺值得 关注的地方 那另外的一个呢 就是木马人 他开始有这种 大家知道他是叫part time吧 就是说不是全时四驱的 那一般我说全时四驱 就是那种 Awell 全驱 全驱和四驱还是有区别的 所以呢 那在这个沙哈拉版本里面 他竟然说就是有这种 全驱的 也就是说 并不是每个轮子 25%的动力 而是说前后轴吧 前后轮子 那可能如果 木马人是后驱的嘛 那前驱有个10% 15% 这样雨天啊 或者一些情况啊 抓地力会更好一点 那这个系统他说可能会有 第二呢 他这个软顶 大家也知道软顶用起来 直来这些是挺蛋疼的一个事 他是可以用电的了 那直接一键按 就像一些跑车一样 他直接可以这个 这个东西是挺有意思的 那原来有过副厂的 非常非常贵吧 4000多加币那种 也后来卖着卖着 他就不卖了 因为确实性价比不够 再来呢 他可能会有新的这个 Trail Rail Management 那这些东西具体什么 是不是就是以前都叫 Trail Rail 相关这些东西有什么变化 那回头我们看看 要看具体介绍 再来的话呢 这个木马人 大家知道加了很多配件之后 他会电就不够了 很多人抓第二块电池 那现在看来 好像有个更强电池的选项 LED灯组呢 这些现在已经有的选了 那将来继续都会有LED 更多的灯 那这个大家都知道 很多人也会去买完原装车去换的 那也是个不错 如果真的有原厂选 那真的是不错的 再接下来看的话 比较核心的就好了 这个大家比较关心了 都有哪些型号呢 首先两门运动版 两门的卢比肯 那四门运动版 四门沙哈拉 四门卢比肯 也就是刚刚说的 两门的沙哈拉就不给了 这个回头看吧 这些东西我觉得 也不是说最最核心的 引擎选项 哦 这里看到呢 看来就三个引擎选项了 刚刚不好意思说错了 那变速箱的话呢 对吧 就是有六速的 手动的和八速的自动 取消了五速的自动 而且它这个可能有两种 我估计这个从 一个是德国的这种 就是德国生产的 可能会放到卢比肯 这种就是说 轴比比较高 扭力比较大的这上面 颜色呢 这里也不多说了 该什么样出来就知道了 看来会有很多 趁着这个改款 有新的颜色 那回头就知道 这到底不是最最重要 那椅子呢 原来只有布椅和皮椅 还有一种 这个淡颜色的皮椅和黑色皮椅 三种吧 大概就 那现在看来的话 也是差不多 这些回头看就知道了 那再来看这个了 那technology group 刚刚我觉得 这可能就是盲点监控 一个LED灯组 方便组 可能就是key light center 刚刚说手一放 就直接开门 covid的 这个就是由暖椅 和远程启动了 heavy duty这个就是更大的电池的 可以选择了 Inventainment 这肯定是有6.5和8.4荧幕的选择了 双顶 一样的 safety group 不知道前面会不会放更多的 倒车影像会不会有 或者放的其他的东西会不会有 smoker group 原来也选的不太多 就多了一个点烟器和那个盐灰缸什么 没关系 那现在的话 任何级别如果都可以选金属防撞 那就太好了 原来唯一方法就只能从这个 特别板才能搞到 这倒不错的 内部的东西呢 差不多 没有什么特别不一样的 我看 就是我刚刚说了 如果8.4寸呢 那你就可以有这个Google Android Auto和Apple CarPlay 这个比较关键 最后一个Jip Trail Ready Kit 那就是一个小包里面有些 有些东西 这倒不是说太大变化 外面选项 贴膜的玻璃 加热旁边的这个投视镜 金属的防撞 旁边的踏板 然后铜色的挡泥板 这些倒还可以 没什么特别那个 那刚刚说顶那块了 如果真有软顶电动的 这挺有意思 不然黑顶或者铜色硬顶 那轮胎上这块的话 从今年下半年 其实我后来没讲 JK的这个级别 已经可以选一些不同的 轮毂和轮胎选项 这个我非常喜欢 这里不细讲 将来看到跟大家说 如果真的这样子的话 省了非常多的麻烦 去换负产轮胎乱七八糟的 这个倒不错 接下来的话呢 看一下也没什么特别的 这一块都是一样的 所以呢大家拭目以待 好吧 就快了 9月份马上到了 那大家可以关注这个论坛 我会放链接 然后大家也可以关注 唐大叔的后期的东西 我相信加热大的话 唐大叔也应该是第一批 会拿到一些新木马人的 这个车行 所以到时候第一时间 会给大家做视频介绍 好了 说了这么多 那还没订阅唐大叔频道 记得赶快订阅了 然后呢 如果喜欢这个视频 记得点赞 如果朋友都在关注 记得分享 那当然如果你住在 加热大文革华呢 如果要买木马人 可以涨唐大叔 我觉得现在JK 还是入手的好时机 因为是最最成熟的一款车 然后改装的配件 各个价位的非常完整 那新的这要出来 还要一段时间 配件跟不上 或者价格偏高 这些问题 而且木马人保值 你玩两年之后 第二三年买都没问题 当然反过来 有一部分人 就是要喜欢尝鲜的 那第一手开上 都没问题 木马人这种车 什么时候买都没问题 然后就看吧 大家拭目以待了 非常感谢大家观看 我是白师木马人唐大叔 我们下次再见咯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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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